你好 张晓刚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最近呢就是这个武汉肺炎引致了 从湖北政坛开始的一个大动荡 尤其是在对言论自由方面 因为你是一个自由作家 所以我想请你谈一谈 关于言论自由方面 你觉得中共在这方面的控制 跟这次的武汉肺炎是有直接的关系 将来会发生 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民间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反响 好 其实最近这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我们说的叫什么 没有言论自由会死人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事情 当然这几天呢 就像你刚才讲的 武汉的政坛动荡 湖北的省长和省委书记 武汉的市长和市委书记都被换掉了 那么最近这几天 大家都就把目标的 盯在中国的全国卫生防疫部门的负责人 高福身上 那么他们其实都是一个替罪羊 这是我的观点 因为实际上 这个整个事件的发生呢 就是跟中共当局在从一开始 就压制言论自由 压制信息的流通 压制疫情的发生 这个密切的关系 其实这种现象不光是这一次 而是所有的极权政权的一个共性 包括当年苏联在乌克兰的核电站的 泄露事件 爆炸事件 当时也是一开始第一反应就是压制信息 封锁信息 这个周围的老百姓完全不知道情况 以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事故 知道西方国家已经发现这个核泄漏的这个水平已经非常高了 到已经影响到西方国家了 那苏联政府才不得不承认 那么在17年前 SARS也是这样 从一开始要压制这个信息 然后还为了压制信息 特意用了非典型肺炎这个说法 知道整个肺炎因为压制信息 造成很多不知情的人 把这些东西扩散出去 最后影响到香港 影响到加拿大 这种情况最后才不得不公布出来 但是直到这个时候 直到国际卫生组织到中国来检查的时候 当时的北京的市长 包括还有这个中共政权的这个卫生部长 都仍然在否认这个疫情 甚至当时连这个国际卫生组织都已经发现 他们这些被这个政府呢 为了这个防备这个国际卫生组织的发现 他们就把这些病人呢 在不同的这个医院之间用救护车运来运去 这种来躲避他们的这个检查 这个非常荒谬的现象 那么这一次呢也是一样 从一开始 从我们现在知道的信息 从这这个这个这个病情会人传人的现象 已经很早就发生 因为很早就有位这个医务人员 这个已经是这个感染了 包括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李文亮医生 他就是在1月1号 为了一个轻光眼的 但是也染了这种肺炎的一个患者 治病 然后在10号就发生了疫情 但是在这个之后 这个包括高福等人还在说这个没有人传人的现象 或者只有有限的还不会持续的这个感染 持续这个什么这种这种明显的谎言 所以这个都是一贯性的 我最近还看到他们为了回顾这件事情 拿出一些十几年前的一些信息 包括一些祸烂的疫情也是这样 第一时间他们要求就是严格封锁信息 那么由于他们的严格封锁信息 在这之间非常明显 绝大劳勃性就毫无防备 甚至这个之后 为了这个当局为了这个营造这种 这个太平和这个风格 这个什么风格燕舞了 岁月静好了 搞什么万言万言这个万家宴 为了为了开这个湖北 武汉的两会湖北的两会 在那段时间就公布的疫情 一个新的病例都没有增加 实际上这个非常严重 造成这么一个这个现象 那么现在大家要追责了 追责 那么首先可能追责到武汉 追责到这个全国卫生组织 这个卫健委 这个高福身上 但是这个真正的原因是在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首先把老百姓作为一个防范的 他们害怕任何一个突发事件 他们害怕老百姓的反应 但他们的美名契约叫做怕引起恐慌 大家知道你在1月23号封城的时候 老百姓的恐慌是最厉害的 你再怎么的恐慌也紧不认识 在实际上疫情还没有发展的时候 你告老百姓真实的疫情 反而不会有恐慌 而且就算你担心 如果你不去压制信息的流通 老百姓稍微知道一点 媒体也会把西方国家 比如在澳洲媒体会去报道 这个像李文亮他在私下传了 那么肯定很容易有人透露出去 媒体会报道 那么老百姓也卑鄙会有恐慌 知道了大家可以防范了 实际上在1月3号的时候 因为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已经得到信息 所以呢新加坡已经在那里开始公开的 这个公布了这个疫情 而且呢要求这些大家坐飞机来的 都要检查这个体温 人家没有疫情恐慌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社会制度不一样 在这个集权政权 他们首先防范老百姓 害怕老百姓的任何一举一动 所以他们要首先就要把信息封锁 这个是后来疫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超过这个萨斯几倍的感染人数 几倍的死亡人数的根本原因 那么关键并不是那几个官员 而是整个体制 而且那个包括武汉的这个市长 他已经周先旺是吧 他已经自己都说了嘛 他说他没有授权 是不是 我包括这个高福 我不相信高福他要非 他自己个人非要去隐瞒这个疫情 而是这个疫情 而是同样高层是不让他随便公布这些疫情 因为在中国所有的 特别是现在习近平体制下 所有的决策都要在最高层通过 这个也是习近平自己承认的 这个整个疫情从一开始 就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这两天我们还看到一个新闻在求是上面的 就是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的常委会上的 关于这次疫情的一个讲话 里边就讲到要全国的统一的 有这个部署统一的指挥的 全国一盘棋的这个做法 而且他这里还停在提到 要压制要控制互联网 控制这个舆论 然后还要继续像当年在1月1号 像李文亮等八名医生被造谣处理的 这个事件一样 他说还要继续镇压这些所谓造谣滋事的人士 所以像这种疫情的发生 我们可以断定还会不断的发生 因为现在中共还在不断的在各地去压制 关于疫情的信息的流通 去掩盖这个疫情的这个真相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武汉前两天突然间一天之内增加 一万五千的这个这个确诊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前面压制了一些信息 那么这个我相信他还不是真实的 因为他现在公布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也是官方正公布的 对于无症状的感染者 什么叫无症状感染 他自己没有生病但他有感染力 不记录统计数字 那么就是说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人 在慢慢静静的在传染着别人扩大的疫情 而中共官方为了他们的一些虚幻的稳定 来压制这些东西 然后那个疫情还要继续发展 而这个疫情发展会继续影响经济 不光影响人而去影响经济 因为如果现在这个封城武汉 因为前面的压制这个信息 结果亮到1月3号1月23号不得不封城 这封城是什么呢 交通停顿 物资流通停顿 经济停顿 现在不管武汉封城 全都各地都在封城 各自为政 现在广州已经在武汉的同样的一个级别去封城了 上海也在封城 全世界都在 全中国各个城市都在封锁 各自为政 这种情况下必然影响经济 那么习近平为了 因为他现在肯定是 经济的压力也很大 他个人在中共政权内部的 会不会受挑戴 也会受经济的直接影响 所以他非常慌张 要强力 就包括他那个讲话中 在这个中央 这个常务 这个政务局里面 常务里面讲话 也讲到要复工的问题 那基于复工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矛盾 因为你要是基于复工的话 那么疫情没有控制 那么疫情会继续发展 他可以不供老百姓的生死 强力来这个什么的 那么疫情会发展 他要压制疫情的消息 那么这个疫情还会扩大 所以他们这种 这种做法会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反复的发生 就算这次疫情过去以后 将来过上五六年 十几年 还会不断的发生 这个政权不改变 这个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没有得到保障的话 这种情况会不断的发生 所以这次的疫情的问题 根本原因是在于制度 在于对新闻 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对新闻自由压制 在于一党专制 如果这个政策不改变 事情永远不得解决 OK 谢谢您 谢谢